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好法权益 嘿,我是阿图 你的假期过得好吗 有同学给我留言说 阿图,你在学生时代有没有去打工 打工的时候遇到过怎样身心 或者放送开心的事情 在打工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 比较热门的学生工作有 带购,微商,帮老师做项目,赚点公司 或者说去做实习,然后打工 但是觉得大多数比较热门 学生可以赚大钱的工作 并不适合大多数的同学 在学生的时代就做过很多不同种类 工资也完全差别非常大的工作 所以我理解没有很厉害的家庭背景 没有很厉害的大神推荐 自己的特长没有那么明显 学历没有那么厉害的时候 要怎么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在找工作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 在打工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去打工 是为了零花钱还是为了生活费 是为了赚足自己的工作经验 还是为了让自己的简历 在今后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我就国外打工的这些经验 给大家普及一下 关于工作时长来划分的工作种类有哪些 如果你觉得从留学生的角度来划分工作种类 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话 可以先跳到下一按 我们常说的work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点 permanent work 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长期的雇佣关系 那相对的就是temporary work 这一段时间在这家公司工作 合约到期的你就马上得走人 或者说你可以再续约 接下来是full time和part time的区别 full time就是你一周五天都在这个公司工作 part time就是你一周固定那么一个时间段 或者那么几天去这家公司工作 很多人会把casual和part time搞混 但casual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这家公司需要你了你就去 full time和part time是包括你的各种原因的例子 比如说你生病了你可以请病假 而且是带新的病假 casual只是按照你上班的具体时间给你公司 不会有一些带新的假期 像教师医生这些专业的同学可能会有part time和internship的机会 part time就是课程内设置实习 你基本上是没有工资的 你不做这个实习就没有办法毕业 internship一般是你毕业以后有工资的工作 当然也有一些internship是在学校上课期间 学校派遣或者你自己找的一些实习工作 然后他们会配你一些工资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打工的各个步骤 从时间上来划分我们可以分为假期打工 上课时间的打工 假期打工一般以短期打工为主 如果你是在离家非常远的地方上大学的话 你回家这段时间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难找的 另外一种是在开学的时候来工 要注意的是 但你放假或者因为你考试的时间的各种schedule的关系 你不能去工作 在假期和开学都可以做的工作 当然就是网上的工作 比如说上网课或自媒体 那在打工之前我们要做一些怎样的准备呢 就我个人而言我会准备好两份简历 第一份简历会针对那些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 比如说去断孩子 做超市的零售工作 去杂货店搬货这些体力工作 另外一份简历会以劳力劳动为主 比如说去学校做兼职 做会计助理或者化妆室助理等等的这些工作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在包包里放这两份简历 当下就给出简历的这些工作 一般都不会太差 而且很容易录用你 关于如何找工作这件事情 很多同学可能会喜欢简历 就在网上搜一些公司 然后发email过去 照为有点破例的同学会打电话过去 但是就经验而言 你自己拿着简历跑到门店或者公司前台 甚至要求见管理者被录用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另外一种找工作的方法就是朋友推荐 有的同学会说 我没有很厉害的大牛推荐我去做工作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餐馆断牌子 当时是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第一份工作做得很辛苦 首先是因为自己没有工作经验 第二是一个体力工作 还有就是它不是朋友推荐的 没有人照着我 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参观里会来一些自己本身认识 但是不是很熟的朋友 也会认识一些新的顾客 因为服务态度和service做得比较好 这一部分人 他们看到我很需要找一份工作来赚钱这件事情 在我辞了第一份工作以后 很多人就给我打电话发行机 说这里有一个工作机会 你要不要试一下 从此以后我就有很多很奇特的工作经历 不要埋怨别人没有推荐你 没有看到你 而是你自己没有站在那个点上让别人看到你 一旦你把工作做到自认为最好 大家也是看得到的 有心人就会发现 你就会给你推荐 给你很好的建议 你也会有以后陆陆续续的工作 所以不要看不起发传单 端盘子的这些工作 从大的方向来说 对你的职业规划是没有一定点好处的 但是它是你从此走向更好的职业规划 很重要的一步 在此期间你会破绽你的人脉 你会涉及到各个领域的大师 会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 这些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人脉的积累在学校是肯定学不到的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 你甚至可以慢慢的知道 我今后要做什么 我哪里不足 我的特长在哪些方面使用得到 随身打工要注意点什么 也不是说要很精通 但是你要非常清楚关于打工 或者工作的法律条款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的话 你最好清楚Fair Work Act 就知道你的雇主是不是在money 你的工时 工资是不是合理 minimum wage 你的最低工资是不是符合标准 在签署合同的时候 要把这些法律条款全部看清楚 确保自己的合法利益 当然有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请合同的 像我做过的化妆师助理 一家公司特别紧张要找化妆师助理 我是朋友推荐去的 就口头的承诺案 你一天多少工资 我就去了 当然老板非常爱意 工作结束了给我工资 朋友推荐的和自己去找的工作 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朋友推荐的话 很可能还有一个朋友 这么一个中间人给你保障 但是如果自己去找工作的话 尽量看一下 合同的规定 不要让自己吃回 接下来是个人的建议 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安排好 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时间 如果你连学习时间都没有办法 安排好的话 就千万不要去找工作 毕竟学生实在 学习是第一任务 第二个就是我必须要强调的是了解 或者清楚劳动法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三点就是不要眼高手低 一开始你完全是一个职场小孩 完全没有做过任何工作的话 你真的可以从基层开始 都不是丢脸的事情 丢脸的事情是 到这么大了还拿着父母的钱 甚至连自己的零花钱都找不到 当然你要享受工作 享受挑战 更要享受数千的快感 第四点就是尝试不同的工作 来拓展人脉 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子 而这个工作可能跟你的专业 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些工作经历在今后的生活中 肯定能帮到你 在学生时代就经历工作 或者说被老板欺压的这种打工经历 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现在回味起来 也是有说不完的苦楚和快乐 祝各位同学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并且保护好自己 最后呢祝大家工作快乐 假期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